好 咱們剛才也聊了圍繞KASA 聊了非常的多在比賽前 也有邀請到KASA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有什麼話說 今天要面對TOP 然後他們讓我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們打野熊熊 因為其實我 就賽季出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打得不怎麼亮眼吧 然後其實我覺得在季中季末的時候 他表現得非常的好 就是是我會去學習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很期待在季後賽的時候跟他交手 好 非常的謙虛了 很有KASA風格的一個非常謙虛的話 總是能看到不同的選手 他的一個優點都要去學習的 因為確實熊熊在常規賽的後半程打得非常的亮眼 當然熊熊不孝的時候他確實變強了 你到底要KASA多少東西 還蠻難的 而且防倒勾的話 他得KASA倒勾 那個盾還得是反折放的 但是他能力有點 你有幾個盾啊兄弟 他只有一個盾 他只好再補一個啞索了 這樣的話 這兩個強倒是有點猛的 來 謙虛 但是你至少防住了一手 就是厄加特康德蘭你的 選到了加里奧 這一局 這一局選厄加特的話就相當於 其實他的價值在於對線 他除了對線之外 就沒有什麼其他的價值 所以最後選下來的還是一個加里奧 加里奧肯定是擺得中會更合適一點 讓建模去打吸血鬼 建模打吸血鬼或者打刀妹 都還是比較舒服的 雖然他的作用就大大的減少 熊熊這一步二級來下帶著紅buff 位置非常漂亮 進來直接打掉閃線 跟了一個閃線 黏了一下九頭頂了一下 打出被動 打出冰 但是傷害完全不夠 不然布隆也打出了一個暈眩 這邊暈眩很多 傷害有點奉獻 上路對線墨魚很難受啊 漂亮的連招 三個Q全中刀鋒 結果前期打這個建模打不了 需要盡量趕緊把自己的等級補起來 黏魚這邊什麼情況 黏魚倒著來了 問題就大了兄弟 過分了 這個有點過分啊 但是反身回頭 哇 打到了一血 強行拿下第一滴血 這防禦台這麼多兵 黏魚全部都吃到 黏魚那個位置還在靠過來實在是 他有點拖大了 這其實我覺得 他可以走了其實 大概有一半的觀眾朋友們 當時心裡面應該覺得 可能賴子冰要嘗試去換了 復活的可能性 在叫上喀莎還是一樣的事兒 下路這個位置 喀莎小明 跑到後面 一閃頂坐 這個三線 哇 這一步下路在打完 現在是三線列了 就 加上野區四線一起列 喀莎只是Q過來 N一下就完了 就他只球直播過來 有個助攻就夠 哦哦 過分了 這個翅膀一打開 黏魚就要回家了 是從TOP的視角來看的話 上半區直接放 問題是NG知道你 接下來要在下半區努力 直接卡住了熊熊的位置 還好這裡有一個爆裂果實 這波紅美了 這就是喀莎會做的一個事情 熊熊玩不了了現在 大招以後 去上去掛點燃 但是打野來了 這波 垂起來 完了 喀莎傷害超爆炸高 哎呦 兩下交閃線還是被打死了 沒有秀起來 沒有秀起來 中下一層被動 對的 但是喀莎感覺也毒腫了 他的心態 下路倒勾勾到了一下 但是反手布龍給一個Q以後 打出了被動 然後三下打暈 但是九筒一頂二 霞給出大招 漫天飛雨 然後嘉莉要到場 這時候霞交一個閃線 PK收下CAT 然後再等Yuzia回來 隔離了 這個是要讓投的 趕緊送塔 讓讓投這件事情不成立 不想給下路給我對線的人 對 給他了解都沒關係 別人影響我對線 但是這個局面上 拖布已經感覺完不了了 雖然局面上崩潰 而且上半區的這個印記 也是剛好殺在KASA面前 後來直接收掉 哦已經 射程已經開始增加了 四層印記 四層開始疊了 咦 這裡暈到了一套嘉莉奧 再給大招 掛到了腳械跟印記 嘉莉奧用杜朗護盾 減一點傷害 在上面千絕交閃線下來 而且還可以給一個大招 嘉莉奧又給大招原地擊飛 可是傷害上面 怎麼感覺好像趕不太上 剪魔這時候一打三 一打三這個位置 在等下路雙人組過來幫忙 在下路雙人組 被布隆給攔了一下 劍魔倒地了以後 跪地姿態血池 剪了一個閃線 勉勉強強走回塔內 再把他走成功了 這裡把酒桶用布隆被動給留了一下 蟹鬼上來打不出傷害 感覺這一波應該要到此為止 有沒有鬥勾 倒勾沒有勾上 沒打到 這一波UZ已經很精力地操作了 對 其實俠前七傷害全在那個倒勾上 這個時候還是維魯斯更加優勢一點 中野這一波應該是打回來了 下路 半天飛魚不用倒勾 平衍一下收拾掉 大陸已經很難玩了 這波他回家直接補了一個藍牆 剛才我們看到的時候還是一個攻速鞋 是UZ在裝備領先太多了 然後球球相對的是0-3的目前的一個起手 加上卡塞在往這個方向趕 兇是幾度合理的 維魯斯出大招被躲過 這下下路的狀況來說 對球球非常不理想 倒勾沒有勾到 但是平A 用羽毛的AOE傷害 王二這兩個兄弟真是太慘了 怎麼玩啊 確實當時那波打完之後 因為在中路為了躲俠的倒勾 球時交掉了閃現 所以下路平平會遭中了 這波不回來 可能二塔直接拆了 還會嘗試一下消耗高地 下半區的領先 現在俠就在邊上 他們想要硬搶 但這個火龍的話 還是沒有道理放的 墨魚直接被打出了血池跟大招 點燃也給上 被炸了一下 飛起來 墨魚感覺很難活 勉勉強搶 大招回了一口血 有火箭腰帶 拉了一下身體的位置 扎的位置被跟得比較深 扎的這個閃現的倒勾 竟然收掉了墨魚 自己也沒死 他還在輸出 他還在輸出 小虎先卡住一個ADC的位置 輔助沒有傷害 魚直接收掉了輔助 我的天 打出了一波ACE 這波TOP感覺 打火龍的決策有一點點問題 這一局應該TOP應該 應該說實話 他應該是已經想 快點嘗試一下 就是看阿尼吃不吃物了 那麼驚人 原來是無盡之刃 現在這個收益太高了 他搭配這個攻速裝以後 對 這種加什麼一倍的攻 暴擊力 這波龍過來想做視野 等一下超主被命中 再被反向衝拳敲了一下 而且AD也過來想跟輸出 直接兩個人雙雙與命啊 剛被大招結束來衝進去想換一個 但是有千絕啊 別忘之大招啊這波 換不掉換不掉 換不掉 然後安靜拿大龍 感覺TOP現在已經心態有點著急了 其實在剛才那個阿爾龍的時候 就感覺他們現在有變化了 我覺得 就是想快點結束下一把 就那個時候心態應該就是這樣 趕緊的 大龍打下一點點血量 在這個位置 有筒被跟了一下輸出 血量非常的低了 但是下面劍魔已經趕到了 劍魔到場的救援 在一個1上牆 但是Q3沒打到 麻煩西下一個Q又來了 Q起來 把熊熊給斬掉 這個大龍強化兵可南青 Q這樣大招反手 炸出來一個CAT CAT直接被秒 家裡還用大招保了一下自己的AD 熊桶閃線上去留住AD 直接殺掉 熊桶一絲血 千絕大招保住 反手還要殺玉米 平場嗎 玉米說 怎麼每一波都能撞上千絕這個大招 就沒辦法呀 千絕就捏著等你 在我面前就是有殘血 但是就是收不掉 VANTAB是選擇 乾脆ALL IN一波UDI試試 但是還是沒抓下來 反手太多了 RNG的反手讓這一局 刀妹血下來 他除了線上有機會 達到團戰他是非常難發揮 沒錯 拆掉兩座門牙 繼續攻掉水晶 恭喜RNG 打下了這一局比賽 勝利將比數推到了2比1 達到自己的賽點 是的 U5的話已經進行過半的一個賽程了 希望Top能夠趕緊 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其實主要這一局就是 也跟心態有關於 我覺得後半段是明顯心態爆炸 但是前半段就是 跟心態無關的時候 也是沒處理過 我覺得這是心理問題 最重要的是熊熊兩級去抓下 導致他自己的野區太容易 很簡單就直接送給了KASA KASA拿到優勢之後 就會針對你繼續壓制你 熊熊不順就很難贏 而且下半區又看到一條火龍 很想去做爭奪 但是上半區的隊友 又一直在call 就說你不來的話 我真的這個線 已經沒有辦法對了 所以熊熊壓力會非常的大 這場打完之後的數據面板 紅色方式從4分多中開始 一直掌握著一個經濟 比較明顯的優勢 這場比賽小明都打了這麼高的數字嗎 可以說是全面開花 個人輸出是比較平均的 好平均啊 這種數據條是很少看到 五指並進很少看到 怎麼說呢 還是比較有力在挽救了 還是比較穩的 對 好 那本局的MVP也已經誕生了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本局獲得MVP的是哪位選手 MVP給到小虎 虎大將軍這一場的加里奧 依然是打出了一個非常漂亮 KDA7-1-9 參考率達到73% 傷害占比是達到了22% 然後季後賽的這個MVP次數 是來到了兩次 好 好